雷佳音点评赵丽颖表演,观众心声响起 张艺谋背后真言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八卦,你们准备好了吗? 就是咱们的大明星,赵丽颖 没错,她可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焦点人物 而且还有个雷人的点评,咱们快来看看吧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 大家都知道,赵丽颖是个演技在线的女演员 每次一亮相就能把观众们的心都捏得慌慌的 不过,这次她可是玩真的了 参演了一部叫做《第20条》的电影 而且演的角色可不是吃素的 这个角色简直就是挑战演技的极限啊 说起这部电影,就不能不提雷佳音大爷了 她可是赵丽颖的搭档哦 据说,大爷对赵丽颖的表演简直赞不绝口 说是她这次的表现真是叫人刮目相看 颠覆了以往的印象 哎呀,这可是多么意外的夸奖啊 大家都以为赵小姐只会撩汗 没想到她还有这么深的演技底蕴 佩服佩服 不仅如此,赵丽颖的形象塑造也是相当用心啊 她不惧素颜出镜,而且还特意化了个暗淡无光的妆 让观众一眼就感受到了她角色的真实和底层女性的生活状态 那一张清秀的面孔上,没有了明艳的妆容,只有淡淡的苍白 仿佛岁月的沧桑已在其脸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这样的造型,让她从内外散发出一种沉稳和厚重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清纯可人形象 这种打破惯常,突破自我设限的形象转变 让人不禁对赵丽颖的专业素养和对角色的投入感到敬佩 素颜出镜,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的敬畏 更是对角色的一种尊重和倾注 她不依赖于农庄艳抹,而是以更为朴实的方式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给观众 让人感受到角色的鲜活和真实 这种用心的形象塑造,让观众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对角色产生共鸣 让电影故事更加贴近生活,打动人心 赵小姐的勇于尝试和敢于突破的精神 不紧张显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更让她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被受瞩目的当红巨星 更让人惊喜的是,为了演好角色 赵丽颖竟然提前和听障家庭共同生活 全身心地融入了她们的生活中 用心感受她们的生存境遇 学习她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 这种专业精神,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啊 她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了解角色的表面特征 而是深入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深刻感受着她们的痛苦、喜悦和困惑 以此为基础塑造出了一个真实而饱满的角色形象 在学习手语的过程中 赵丽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她不断地练习手语的动作 努力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表演中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让她深地听障家庭成员的喜爱和尊重 也赢得了导演张艺谋的赞赏和肯定 连这位娱乐圈的大佬都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称赞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力派演员 这样的努力和专注 不仅让赵丽颖深受观众和导演的喜爱 更让她在娱乐圈中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位有着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的艺术家 这种正能量的传播 让赵丽颖的人气和口碑水涨船高 成为娱乐圈中不可或缺的一股清流 总之 这次赵丽颖的表现可真是叫人刮目相看 不再是过去的撩汉女神 而是一位真正实力派演员 难怪张艺谋这样说啊 赵丽颖在电影《第20条》中的表现实在令人印象深刻 她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素养 深的观众喜爱与赞赏 这次的表演可以说是她事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峰 彰显了她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在这部电影中 赵丽颖饰演的角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将角色的内心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角色的情感和内涵 无论是喜怒哀乐 还是内心挣扎与坚韧 她都演绎得非常到位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故事情节之中 与角色共同经历每一次挑战和考验 此外 赵丽颖的表演风格也展现了她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 她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 严谨细致 力求将角色的特点和情感表现得更加立体和生动 她不仅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 更加注重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让角色显得更加真实和可信 赵丽颖的出色表现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还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演员雷佳音对她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赞扬 称赞她的表演直戳观众心窝 充分展现了她的演技实力和表现力 这种来自同行的认可和赞赏 进一步证明了赵丽颖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赵丽颖在更多的影视作品中 继续展现出她的演技和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影视作品 她的成功不仅是对她个人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的见证 值得我们为之骄傲和期待 希望赵丽颖能够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表演 成为中国影视产业的一面旗帜 网友讨论王一博汉服争议 文化交流还是文化误解 在现今的娱乐圈中 每天都有许多优秀的男艺人展露头角 但能真正努力低调 赢得路人和粉丝喜爱的艺人却寥寥无几 王一博作为众多男艺人中的其中之一 在2022年至今的全国范围内成为最受欢迎的男艺人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 王一博承担了众多工作 并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 但他始终如一地参加了每一期天天向上的录制 每期的天天向上都有独特的主题 因此要求主持人王一博 汪涵 前锋 大张伟等与节目相适应 穿着不同的服装 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王一博也尝试扮演了许多新的角色 但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他选择穿上明智汉服 这引起了一些争议 在录制国风节目时 王一博穿了一件蓝色的明智汉服 在粉丝和观众眼中 王一博的这个古装扮相非常帅气 王一博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风格 非常优压 仿佛是从古代穿越回来的一位绅士 然而 王一博头上的网金 在异国观众中引发了热议 一些在国外的网友 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公开批评王一博 趁其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行为非常过分 或者说他又做了什么综艺节目之类的 可以看到国外网友的言辞 十分气愤和恼火 对王一博的造型 进行了公然的侮辱和攻击 在事件发生后 我们看到天天向上官方宣传海报中 除了王一博外 前锋和汪涵老师也都带着明智 汉服造型的网金 然而 当造型图曝光后 只有王一博一人被国外网友批评 当然 国外网友对于王一博的吐槽也是不容接受的 但是 有素质和讲道理的粉丝和网友们通过在评论区公开留言 普及了相关的明智汉服之史 表明王一博所穿的实际上是明代晚期文人的日常款式 道袍加网金 这种款式的特征是交零比较宽大 符合晚明流行的风格 网金在明代是男性普遍佩戴的事物 名史 于福二记载 红武二十四年 皇帝微型时看到了佩戴着网金的人 第二天 下令取回网金 并将其分发给各部正史司 无论身份贵贱 人们都佩戴网金 因此皇帝也经常佩戴网金 这位网友的科普知识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 也可以看出他的知识文化水平很高 他首先用明代作品中的网金出处来维护 王一博的名誉 并用知识和古迹文字的方式 回击了对方的质疑 这让观众和网友非常解气 大家通过这位网友的详细解释 能够清楚地了解到王一博 在这场综艺节目录制中的 明治汉服造型的来源和投试搭配的历史渊源 因此 观看节目的人们应了解其中的明治汉服文化 并要依据确凿的证据和实际意义发表言论 而不能公开进行言语攻击 人们在了解了这位网友的正确科普后 对明治汉服背后的故事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当我们看到穿着明治汉服的王一博时 他立即转化为一个古代书生的角色造型 展现出玉面书生的风范 这表明王一博在角色塑造方面非常出色 皮肤白皙 为人低调 穿上这套衣服代入感非常强 大家看到穿着明治汉服的王一博的古装扮香后 也立刻想起了之前和孝战共同出演的电视剧《陈情领》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古装造型非常帅气 希望他在未来的作品中有更多扮演古风 古装 国风等题材的角色 当我们看到王一博穿着明治汉服的造型时 不禁感叹他的出色表现 他立刻化身为一位古代学者 展现出一种古典学者的风范 彰显出非凡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 他白皙的肌肤 稳重的举止 让人不由地为他的表现而赞叹不已 首先 王一博在穿着汉服方面 展现出了高超的审美品味和造型能力 他选择的明治汉服不仅展现了古典美感 而且与他的气质完美契合 展现出了他对于角色形象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其次 王一博在扮演角色时展现出了卓越的表演技巧 他不仅仅是简单的穿上了古装 而是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动作 完美地诠释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 王一博的表现也引起了国外网友的热议和关注 尽管有些网友对他的穿着进行了吐槽 但更多的人对他的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认可 这也表明了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的来说 王一博穿着明治汉服的表现 展现了他出色的表演能力和形象塑造能力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